今年冬天,哈尔滨迎来了冰雪旅游热潮,然而这座城市拥有的不仅是冰雪欢乐,更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。 近日,清华日军第731部队醉证陈列馆成为游客游览哈尔滨行程的重要一站。 记者来到现场看到,众多游客冒着严寒排队,只为了解和铭记这段历史。 这个是我的爱人,然后这位是我的公公,这个是我的婆婆,然后我的两个女儿,她们都来自于荷兰,然后我们夫妻已经在吉林市生活了八年,然后这一次我公公婆过来,就是很想来哈尔滨看一下这个731部队的遗址,因为他们对这段历史一直都很感兴趣。 据悉,清华日军第731部队醉证陈列馆 据悉,清华日军第731部队醉证陈列馆 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里面有大量罪证文物,历史档案和口述史料,构成了以731部队为首的细菌部队,进行细菌武器研制和实施细菌战的避合市政局列。 很多游客在参观后,内心都久久无法平静。 我就看见一个板块上写的,就是被实验者无意识合的故事,我想拍开我妹,然后给她指一指那一个,然后后面我就说不出话了,因为我那个时候感觉我一出口我就要哽,就是就有点哽咽的那种感觉,然后我就在那个留言台上写上了一句话,就是狗狸国家生物,以及货物,必须吃,然后我觉得刚才年轻人就是要年轻的食物,不要再吃。 整体来说心情是非常沉重的,那么多的同胞死于敌人的独刀之下,这个是非常悲伤悲哀的一件事,那现在从这种,从这个历史,其实我是也是要让我们中国人自己要去觉醒的,弱国家爱大,一定要强大,强大才不会被别人气,我很高兴,其实看到那么多年轻人能来参观,而不是年龄大的人, 大家都在冒着严寒啊,在排队。 当前,新华日军第731部队最正陈列馆,平均每天接待游客1.5万人,为保障参观秩序的顺畅,该馆取消了周一闭馆休息,每日开放时间延长至晚7点,并增设观众休息区及免费存包服务。 此外,在管外,很多社会志愿服务也在同步开展,为排队游客提供姜汤热水等,让寒冷的冬日充满着温情。 第一是进行了抵禁止秦,通过抵禁止秦能第一时间的处置一些现场的状况和突发事件。 第二下任务呢,是我们设立的一个暖心港,暖心港呢,是为了让这些游客们来到这个地方排队的情况下,给他们提供热水。 并且是有些南方来的朋友,他们手拿行李比较多,就是我们在这儿会给他们看管一些行李,然后帮他们解除一些后顾之忧。 我是一名高二的学生,我在七三一追证陈列国案,进行义务劳动,比如引导和积存,这两个事情是我这两天主干的。 然后我会发现有许多的人还没有忘记这段历史,我认为无畏当自强,将来我也会为社会贡献出更多的力量。 清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最正陈列馆的参观热潮,彰显了中国民众对于历史真相的坚守和对于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视。 未来,希望能有更多人走进这里,一同铭记历史,迎接更美好的未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